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的汇职 这个汇职呢原来的房子已经都没有了 战争当中被炸掉了 那么怎么会找到这个地方呢 是我们找到了一个四大的工作人员 叫郑超龄 他今年九十几岁了 他开始找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他看到这里啊 这里因为有一堵墙了已经看不到铁路 他说不是这个地方 那么结果呢我们告诉他这个后面就是铁路 那他就讲再一看那边有个教堂 他说就是这个地方 他呢为什么会记得那么清楚 因为他是在四大的时候始终做记录 而且是做响导 就是把这个代表啊带进会场的人 这个地方因为很安全 开了十一天会 没有发生过任何破坏 四大会之荡然无存了 在我们拍摄这部片子时 他是当时唯一建在的四大亲历者 遗憾的是 在播出这部片子时 他已经离我们而去 有建树道在什么地方开 做一个很本小旁边一条水稿 在水稿哪里 本来有个小学 我们办有些是开川上海的荡人大会 常常在哪里开 杨泽华是他自己的代表 他是这个会是这个两老两地的龙肠房子的老底下开的 他穿着同学 刚刚结婚上买一根羊毛衫穿着去开会 老人的回忆把我们带到七十多年前 那正是大革命风起云涌的时期 从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 到1925年1月中共四大 虽然只有一年的时间 但革命的局面却极大的显示了国共合作的力量 这所军校人们是太熟悉了 不要说国民党的一些将领 就是共产党的许多元勋 也都出自这所军校 但是孙中山选在1924年6月16日 亲临军校主持开学典礼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了解他的用意 两年前的这一天 陈炯明炮击大元帅府 他莫尺不忘 所以特意选择这个日子开学 以其建立自己的军队 黄浦军校也是中国近代史上 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第一所革命的军政学校 为了办好它 孙中山专门派出由蒋介石和共产党员张泰雷等 四人组成的孙毅仙博士代表团 去苏联考察党务和军事 学习列宁创建红军的经验 在大革命时期 黄浦军校开办了六期 招收学生一万两千余人 共产党人周恩来任该校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后来在抗日战争初期 曾高度评价了那个时期的国民革命军 是有大体上相当于今日的八路军的精神的 在这个时期 同样办了六期的还有广州农奖所 1924年7月3日开学 几乎和黄浦军校同时创办 其全称虽然叫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 但他的创办却是共产党人提议的 而且负责人也都是共产党员 他也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一批批学员从这里奔赴各地农村 去开展农民运动 组织农民自卫军 革命的火种在广大农村点燃 亿万沉睡的农民被唤醒 他们集合在革命的旗帜下 投入轰轰烈烈的反地反封建大革命 这不由的是我们想起前面提到的一个人 澎湃 他被称为广东农民网 是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 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 他是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 出身于广东海丰一个工商业者兼地主家庭 然而他脱下学生装 换上粗补衣 头戴斗笠到田间与农民交朋友 还把祖父留给他的田气当众烧毁 农民不明白农会是什么 他就把农会叫做贫人党 家乡的农民因此爱戴他 给了他一个亲切的称呼 派哥 正是这个派哥 在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时 提议创办了农奖所 当广州商团叛乱时 他率领广东农团军参加了战斗 就在农奖所开学的1924年的7月 外国人集中居住的广州沙面族届 数千中国工人举行了政治大罢工 斗争持续了一个多月 终于取得胜利 广州工人承胜组织了工团军 这次罢工是中国工人阶级 从二期大罢工的挫折中奋起的先生 邓忠夏 这位共产党早期著名的职工运动领袖 就曾这样说过 自二期失败后 消沉状态直到1924年上半年还未改变 7月广州沙面发生大罢工 才表示着这种消沉状态应该终止了 有了奋起的工人 有了觉醒的农民 有了革命的武装 革命的洪流就不可阻挡 这一年的10月 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功能群众运动的推动下 依靠黄埔学生军并联合工农武装和其他军队 镇压了帝国主义支持的广州商团的反革命叛乱 在南方革命形势的影响下 冯玉祥于1924年10月发动北京政变 推到曹坤 吴佩孟直系军阀统治 孙中山在11月应逢玉祥电邀 离开广州北上 争取国家的和平统一 一路上他不断传播自己的主张 发起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国民运动 大江南北到处热气腾腾 在这种形势下 中共四大 召开了 这两份当年的通知 可以使我们详细了解四大的准备过程 1924年8月31日 中共中央给各地发出一封信 信中要求各级组织 对于本党一年来各种政策 工农 青年 国民党各种实际运动及党内教育上 组织上各种问题发表其意见 并于小组会议时提出讨论 以其结果报告中央 个人有特别意见者 指令其写成意见书 由委员会或组长会计中央局 时隔半月 中央又正式发出召开四大的通知 第四次全国大会限定于11月开会 应出代表之各地方 即额法两特别组 应召集同志大会 不能开大会处召集组长会议 推选代表于11月14日以前大户 同时对代表人数进行了分配 并提出十项议程 后来实际召开的日期 是1925年1月11日到22日 从这两份通知中 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中共中央集思广义之心 而那时各级党组织对中央的指示 执行起来不折不扣 我们从现存的档案中发现 就连远在莫斯科的中共女墨支部 也给中央写来了专门的报告 不仅汇报了对各种问题的讨论情况 而且各种观点多少票 都详详细细记录在案 彭树枝是中共女墨支部推选的四大代表 会后留在中央工作 他在四大结束十天后给女墨支部全体同志写了一封信 从准备 经过 选举结果 到各决于要点等方方面面都写到了 在信的最后 彭树枝这样说 还有一层可报告者 就是在此次大会上的空气记号 献出合中一致的精神 各地方的代表都表现一种很忠实 而又很热心承受大会教训的样子 现在可以说 我党自经此次大会之后 我党已由小团体而转入真正的党的时期了 这封信保存了下来 成为研究四大的重要文献 大历史攻击主要的在于 他明确的提出了 这个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 在当时有一个决议 关于民族革命运动的 这里面明确指出 中国民族革命运动 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 有力的参加 并且取得领导地位 革命才能够取得胜利 另外 大会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 有了重大的进展 在指出 在反对国际 帝国主义的同时 一要反对封建的军法政治 也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 这就表明 共产党这个时候 已经把新民族革命的 基本思想的要点提出了 斯达他提出 无必在反对独国主义 反对军法的民族革命的时代 努力获得绝大多数农民 公民阶级 结成革命的同盟 没有这种努力 那么我们希望中国革命 取得成功 以及在民族革命中 取得领导地位 都是不可能的 国共合作的实现 并不等于阶级矛盾的消失 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 统一战线中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也日益尖锐 对于国民党内部的争论 我们可以从下面的故事中 得以了解 国共合作后 国民党人邓泽如等提出 对共产党员的弹劾案 冯自由也给孙中山写信 指责孙中山偏袒共产党人 要求严重承办 引狼入室的廖仲凯等人 要求孙中山向党员引咎道歉 以凭多数党员之公愤 8月30日 孙中山亲自主持 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的 最后一次会议 他很严肃地说 关于国民党内 共产党员的争论 不是肢解问题 而是原则问题 这不是因为 共产党员的错误行为引起的 而是由于 反对共产党员的那些人 根本不了解 自己党的主义 他反复说明 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孙中山严厉斥责冯自由 因为未被选入中央委员会 而煽动一伙人 反对共产党 当场以总理的身份宣布 开除冯自由出党 同时警告说 如果在这次会议以后 还有同志不了解我的主义 再无端挑起是非 那我就要采取 对付冯自由一样的办法 来对他们 他下面的话 举座接近 如果所有的国民党员都这样 那我就抛弃整个国民党 自己去加入共产党 这场斗争 就发生在中共四大召开之前四个月 四大结束后不久 孙中山便在北京病逝 他在遗嘱中写道 必须唤起民众 即联合世界上 以平等待我之民族 共同奋斗 这是他对国民党人 最后的告进 孙中山的事实 在全国人民中 引起巨大的悲痛 共产党人 写了许多深刻论述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 和革命事业的文章 对这位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 和中国共产党的诚挚朋友 表示深切的悼念 中国共产党人 不仅那时十分珍惜 与孙中山的革命友情 直到今天 仍对他的业绩 给予很高的评价 称他是本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 三位伟人之一 四大总结了一年来 国共合作的经验 批评了当时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 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 昭仲指出 这种错误倾向 主要是右的倾向 在当时党内占主导地位 是主要的危险 大会确定了对国民党的工作方针 这就是扩大和帮助左派 批评和争取中派 坚决反对右派 大会还提出了 要加强共产党的独立性 要在全国成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 四大的主要历史功绩有两个 一个是提出了共产党 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 另一个提出了功能联盟问题 但是大会没有回答 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 四大之后几个月 即爆发一场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 这就是著名的武萨运动 它以磅礴的气势掀起了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 在共产党的推动下 武萨狂飙迅急席卷全国 仅一两个星期里就有六百多个城镇 一千七百多万群众奋起示威 遍布世界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 国际友人纷纷举行集会 发出通电和发起募捐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武萨运动的过程中 也得到锻炼和发展 四大时党员只有994人 到年底就达到1万人 一年内增加了十倍 这是中共历史上的第一份日报 所以叫热血日报这个名字 是因为它创办于武萨惨案的第二天 6月1日决定 6月4日出版 这种速度在今天恐怕也是罕见的 这就是当年热血日报的公开通讯处和发行所 上海北浙江路华清访567号 印刷是在印刷向导杂志的明星印刷厂 报纸编辑部是秘密的 由瞿秋白任主编 编辑由沈泽民 郑超林 何卫心等人 这是风起云涌的时代 武萨运动 省港罢工 两次东征 统一广东 国民革命终于发出进军号角 1926年5月 以共产党员为主力的夜挺独立团出发了 北伐先锋 锐不可挡 两个月后 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上 席卷江南半壁河山 在北伐军的八个军中 就有四个军的党代表或副党代表是共产党员 打倒列强 除军阀的歌声 从珠江唱到长江 工农兵联合起来 向前进的旋律 从城市传遍山巷 由国共两党首次合作 以北伐战争为主要内容的第一次大革命运动 在中华民族二十世纪的革命史上 留下了辉煌的篇章 须秋白为热血日报写的发刊词 鼓舞着革命前进 创造世界文化的 是热的血和冷的铁 现世界强者占有冷的铁 而我们弱者只有热的血 然而我们心中果然有热的血 不愁将来手中没有冷的铁 热的血一旦得到冷的铁 便是强者之墨运